今年是盤通色號發布的第二十年 二十年前發布的第一個年度盤通色 微藍色 二十年後 回到最初的起點 classic blue 經典藍成為二零二零年度盤通代表色 大家好 每年十二月 各種總結 各種年度盤點都會入春筍般涌出 在冬天用春筍這個比喻感覺怪怪的 而近幾年在國內突然到火的盤通色 也發布了他們的年度代表色 盤通色是啥呢 盤通 嚴格點說 Penton 是美國一家專門開發和研究色彩的權威機構 被廣泛運用到世界上的各個領域 簡單點說 Penton 就是國際色彩裡的標準 那麼問題來了 說起19年的代表色 珊瑚層 那你們又想到了什麼產品呢 我倒是想起了去年的iPhone XR 那個橙色後殼還是挺亮眼的 今年的實意就少了這個騷氣的橙色 回看了盤通近幾年的代表色號 又紫又綠又橙 對設計師來說 唉 我太藍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聽多了設計師的抱怨 今年 就真的很藍 經典藍 來了 顏色系列的題材很早之前就有人做過 其中最開心的魔鬼採摩檔 關於藍色採摩 我們還專門發布了一篇專欄文章 有興趣的可以點記記查閱 藍色墨水真的絕美 那麼遵循深藍色的要求 我們找來的深藍色文具 都是這樣的 怎麼感覺內心毫無波動 那再加點絕接義武 嗯 有鬧位了 藍色空門 看到這畫面 你們能打幾分 當然本期不會全部介紹這些藍色文具 我們從中挑選的部分節目沒怎麼聊過的深藍色文具 一起來看看值不值得種草吧 8码 Z-Grid 一款被埋沒的8码筆 有暗洞款和拔蓋款 整體筆身沒有太多亮眼的地方 但這個金屬筆紮 設計異常好看 暗洞款的握角上 加了三層意氣不明的圈 看著像是為了防滑用 實際上握久了真的不會割手嗎 好怪這個缺點 這兩款8码筆最大的亮點就是 價格便宜 只需要兩三塊 你就能體驗到8码筆的順滑書的感受 同樣作為安裝中心筆的 還有成田六角中心筆 以及Auto 樂多 CG-105L 牽著如名字一般 整筆設計就是六角形為主 沒有握膠 但如果是習慣三角握位等底 握起來還是相當舒適的 最大腿的地方來了 作為一款純藍色的筆 裡面裝的居然是黑色筆心 後者樂多介紹的比較少 這個來自日本品牌的中心筆CG-105L 可以說從頭騷到腳 首先是顏色配色上 藍加青的組合 看起來像不像今年手機最愛的 漸變色 眾所周知 一般中心筆的滾珠材質為乾珠 而樂多CG-105L的筆頭 採用的是陶瓷筆柱 仔細看的話 還可以看到筆頭的顏色明顯不同 刺血的效 會比用剛珠的中心筆阻力感更強 拆開看的話 筆心的設計也是讀書一致 比起標準的按動筆心要短一大截 不能通用筆心這一點比較遺憾 不過筆握設計的三角握位好評 而最後一款要介紹的中心筆 來自同樣不多見的會佛家 會佛家的中心筆幾乎沒怎麼介紹過 相信實用的人也不會太多 這款中心筆好像在網上還比較難找 因為它連後號和型號都沒有 而且連顏值也是超乎意外的醜 出去感受阻力感會比較大 少了日系筆那種順滑 亮點應該在筆心尾部設計 尾部縮小而且裝了彈簧 防震效果相當優秀 而握角部分也有點像點石的 指尖的溫柔那種空氣握膠 內部空心握車感比較舒適 最後再看看同樣經典的蜻蜓橡皮 只不過這次介紹的是一款筆型橡皮茶 蜻EHKUS 精緻的筆針設計 纖細的筆頭 顯然是針對需要細小插出的人群使用的 精密度非常高 十分適合工藝製圖或者美術生使用 除了圓頭橡皮外還有方頭橡皮 但是價格可能會勸退一大部分的人 最後做個小總結 Pandone在20年後回歸了經典欄 也許真的可以給這個滑滑綠綠的快節奏社會 帶上一份城市與冷靜 而作為消費者的我們 也終於可以難得的撐上了一波螃蜂色的熱度 畢竟經典藍代表著天 代表著海 代表著整個地球的主色調 在這顆藍色星球上 經典永遠不會過世 以上就是本期節目的全面內容 開啟了第一次的顏色系列 不知道大家感覺怎麼樣 老實說第一期居然不是粉色 我還是相當遺憾的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不妨評論 彈幕告訴我們 顏色系列能不能繼續往後做 就看你們的一鍵三連啦 愛生活愛分享 我是社長 我們下期再見